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 自日本京都京田边市 Gairara商店街的办公里竞速大赛 于2016年首度仪式海外城市在台南举办之后 今年台南正新街店家再次组成队伍回到京都参赛 上演决地大复活 同时更与大阪新世界市场商店街地姐姐妹街区 今天在玉归国为台南拓展世界有意更跨出一步 签署姐妹街的正新街代表认为 新世界市场和正新街非分处日本与台湾 但双方风格态度以及颜毛的丰富性 皆有近似的本质将并持幽默感 共同创造地域的深化活性 让全世界看见街的力量 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台湾的率直人情 爽扰生活富含台味的在地文化 事先起日本朋友深度旅游台湾潮的主要 吸引力 过去数年以台南红以头观光俱乐部 为概念举办网络及实体活动 将台南追在地的人物街推向第一线代表台南 争取到许多国际的关注 也是权势遇在地域国际的最佳范例 这次台南市街区郑金同协会各店家代表组成郑金国队伍参赛 成员之一高邀威表示 2016年先后参加日本台南的办公椅竞速大赛后 今年又再度回到比赛起源的京都京田边市 并在日本新购得台湾市办公椅上场比赛 过程热烈爽快 最后还获得主办单位所班 发的特别奖 而且是以台南观光宣传向郑红以头作为参赛奖品 展现日方对台湾队伍的重视 办公椅竞速大赛后 正新街受邀请往大阪通天革新世界市场 与大阪新世界市场商店街地街为姐妹街区 新世界市场原为老豆商店街 因商圈没落 当地协会决定以街区人情为主题举办海报展 后续社群效果超微 海报在网络爆红 吸引不少外地人前往当地拜访海报中的店家本尊